大家午安 祝你中午用餐愉快 我們在用餐的時候 要記得食材新鮮之外 最好是有很多的顏色 因為它會對我們的身體健康 是有很大的幫助 那當然因為生活壓力大 大家就是造成細胞很容易 身體細胞容易老化 我們需要大量的 要有這個概念 那怎麼樣來抗氧化呢 我們盡量追求的就是 比如說 這個為人早上起來 他用這個所謂的精力湯 他會用這個生精飲食 譬如說有水果、蔬菜 堅果、海帶 然後來攝取一些營養 好,今天請到兩位特別來賓 來跟我們分享 他們的養生概念哦 首先介紹這位是養生博士 君君老師 以及非常可愛的小金鳳 嗨 小金鳳好 桑葳好 嗨 美鳳姐好 歡迎老師 好 歡迎 好的,我們博士要來跟我們分享 怎麼樣讓我們身體好 然後還要能夠抗氧 不過話講回來 我覺得有些人是天生歷史 對 我嗎 是嗎 對啊 然後他這個是... 你看 身形又好,皮膚又好 皮膚又好 是,美白是我很... 美天真的很... 很用心 對,用心的努力 美白哦 美白 那我覺得你天生應該也不黑 沒有 小時候很黑 我媽媽以為我... 好可憐 媽媽看我的時候 好可憐這個孩子 那麼黑 黑打散 黑黑的 但是後來... 真的 現在比較美 那個白 比較白 也比較美 小時候我們... 我們小時候也沒... 你小時候我們也沒看過 可是我覺得也不會差到哪裡 但是不知道它是怎麼培養 待會兒再來分享 好 那博士很直接就來教我們大家 怎麼樣來養生對不對 其實剛剛鳳姐就... 我聽你前面講的就非常的棒 對 所以其實你把一些重點都有談到 就是說因為有些人 尤其在養生 大家就談到蔬果、彩虹、蔬果 對 但是有些人太冷要怎麼樣 對 對,尤其剛剛鳳姐提到說 你本身的體質就是這樣 有些人比較冷 喝下去會脹氣、會燉、會燒 還會消化 當然有些人說放煎過 不過我就是沒辦法... 我比較吃燙燙的 喝一下燙湯 今天我們就會把這個祕密揭曉 對,一定有 所以我們在祕密揭曉之前 我們今天先來做一個 就是日式豚骨拉麵 玉米粒適量 昆布醬油適量 蔥一根 螳新蛋半顆 這麼短的時間 你要做日本拉麵嗎 對,我們要做日本拉麵 我們今天使用的食材 五分鐘我們就可以把湯頭做好 對 真的嗎 五分鐘的時間 是味道很淡的那種的吧 很濃郁 你看我們在日本吃拉麵 它是不是都... 那個白色都要有一層油的感覺 是 那個... 其實它油的目的就是為了... 因為日本很冷 尤其北海道它是很非常冷的 沒錯 所以它拉麵就是要讓那個油 保持那個溫度 就是熱熱的一個情況 對 我們今天怎麼樣 有用出這樣濃郁的感覺 好 首先我們來看到我們準備的食材 好的 對 我們用調理機 彩虹調理機 完全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們可能五分鐘湯頭 就把它做好了 就這樣 對 而且是熟的、是滾的 是一百度的 對 我不用另外一個鍋在裡面 不用在另外一個鍋 這個放在這邊 讓我滾一下 是 所以等一下雞鳳子要幫我煮 好 就是拉麵就可以 然後我們就可以好了 好的 你看我們使用的食材 我們知道因為打下來 我們要乳白色的 是 臀骨它會有血水 是 打起來會有點偏紅、偏黑 不好看 顏色不好看 所以我們今天選擇雞腳 雞腳 對,而且雞腳我們用後半段這個部分 而且它膠質又高 好 對,讓我們把雞腳這樣放進去 好 好 然後放進去之後 然後我們今天用這個是 生的糙米 我們用一點是生的糙米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 吃拉麵有時候很油的時候 我們又希望吃得很健康 是 那我們用一點糙米 它的V裙又豐富 你看哦 美鳳姐還有金鳳姐 你看一下 對,這是生的 對,生的 這是生的糙米 一般生的糙米 對,米 都不用浸泡 也不用煮 真的要嗎 確定 確定 一點點而已 對,好,我們加一點點 好 好 然後藝人也是一樣 一點點 對,這藝人我們把它加一點點 藝人是真的 藝人是真的 是真的哦 對 好,不用浸泡 好,我們生的把它丟進去 好 然後我們加腰果 像其實吃素的人有時候 我們就可以建議不用雞爪 我們用剛剛的 如果米 我們剛剛的這個量再增加一倍 反正就是把雞爪拿起來就好 對 對,量多一點 好的 好,然後我們加一點腰果 腰果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 好,來... 我們來加熱水 熱水 好 然後我們要什麼口感 我們先打出乳白色的感覺 等一下我們要做味噌口味 還是醬油拉麵 我們等一下再來決定看 小鳳姐,你們想撕什麼 等一下可以決定哦 對,等一下我們再來決定 我們可以打多一點 好 好 好 因為我們這個湯匙比較小 如果你希望再濃郁一點 你這個... 這個臭米也開始一點 對,然後又健康 因為臭米的... 我們今天會談到 它的質化素是非常豐富的 對 那我們只要把它蓋緊 你看這些生的東西 好,我們把它蓋緊 然後一個按鈕 好,一個按鈕 我們把它一個按鈕 從生的到熟 好 一個按鈕 五分鐘的時間 它差不多就做好了 開始 可是... 你看,等一下會開始 它會開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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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你看,它就自己擋了 好準哦 我們都沒有把它去按它 有沒有 對 所以我們自己會斷掉 事實上是已經滾了一個情況 那我們摸它 事實上它是已經... 但是不會燙燙 對 對,它這個杯子是骨婆材質 可以耐熱到一百度 真的耶 三十度的一個情形 對,我們這樣倒出來看看 它顏色屬於什麼顏色 好,你看我們一般要控... 臀骨要控到那個白色有沒有 乳白有沒有 你看我們可以看一下 有 有 而且感覺牛奶耶 對 像我們一般來講 好,可以了 小心燙 好,謝謝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薄薄 有沒有 對,我們可以像一般來... 差不多開始我麵就好了 裡面可以把它下去 對 假設我今天想要吃味噌口味的拉麵 還是吃醬油的湯底的拉麵 都可以去做 那我們今天準備有 昆布醬油跟味噌 好 不曉得你們喜歡吃什麼口味的 對啊,美鳳姐 我OK 我都OK 那我們今天用味噌好了 好 好不好 好,我們來用味噌的一個部分 直接拌進去這樣就可以了 對,我們只要把它拌進去 那其實味噌已經有鹹了 所以我們其實也可以 不用再加鹽巴了 好 好,我們就不要再加鹽巴了 對 如果湯不夠 我們還可以再加一點哦 對 那我們只要把它蜜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 好,把它蜜一下 好 好,這樣就可以了 一下下就好 對,我們的湯就已經好了 好的 湯好了 對 麵也差不多了 對 等一下,麵把它撈起來 你已經聞到 好香哦 對 好香哦 其實我如果不跟你講說 我這裡面用什麼做 你真的不知道 我加了這些 對 我們其實也可以把湯先倒出來 我們還是有點擺一擺 要立掉嗎 沒關係 是 其實已經都... 已經打很細了 完全都是沒有差的一個情況 剛剛你看我們的米、雞骨有沒有 好香 對 香 好 那我們只要把我們的麵 這個好了嗎 好了 好了 你看一般我們要控到這種白色的感覺 真的是要控非常非常久的一個情形 這樣就好了 好的 這放在裡面 對,我們把麵把它放在裡面 立乾 好,那我可以關掉 好 如果你希望味噌的顏色再深一點 你都可以再加多一點 一個人 那你如果醬油 採用豐富醬油 還柴米醬油 你都可以自己去加 芙蘿 芙蘿 好 等一下,很厲害 對 這麼好 對,這個洞有一點大 所以麵條會跑出來 對 那這樣應該可以 可以 我們就可以把麵放進去 那我們就這樣可以放進去 對 我們的拉麵 像其實在日本 我們拉麵的一個情形 是 它們是在... 這幾隻很好 好的 對 我們很簡單 就是家裡其實你有什麼 有,一定要的 對,你就可以把它擺上 什麼的一個情況 如果說我用很細的那個篩子 我可以把泡沫濾掉 可以 其實等一下你可以喝喝看那個湯頭 事實上泡沫 你吃起來根本沒有感覺的 只是看起來有一點小怪怪的 對,那你就可以把湯頭把它... 泡沫把它濾掉的一個情形 好的 好 然後加... 蛋 蛋 一定要的 好,然後我們加個玉米 加個玉米 對啊 這很像 北海道的啊 對,北海道的 好,我們加個玉米 好 然後最後我們再加個蔥 好,蔥花 對,中間 中間 好,再我們的拉麵 那像美鳳姐剛剛講的 如果你不習慣 因為總是做湯頭嘛 你可以把它... 來,我們把它用掉也可以 好,放在這裡也可以 好 可以,好的 好,然後我們在家裡可以自己 這樣子 對 就完成了 超快的 好,待會兒就可以喝喝看了 好 加油 我想啊 這個就要由金鳳來品嘗 好 因為你是道地的日本 好 金鳳這樣我壓力很大 我想喝湯 對,你道地的日本 好 我想喝湯 好 因為湯最重要的 對,湯頭是所有裡面 最重要的 來 好 好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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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鐘就有這樣 沒有味道 對啊,五分鐘而已 對,五分鐘的時間 不可能 他們在... 而且四個小時 他們在幹嘛 對,每一天滾得很久 對,就是為了滾出乳白色 跟濃郁的一個部分 你看我們剛剛這樣子 也不用用到什麼豬油 什麼一些東西 又用到堅果 種子這些東西 對我們身體其實又健康 對 這個筷子乾淨了 好,我們就來嘗一點 可以品嘗一下 好 超開心的 好久沒有吃拉麵 好 你看你要湯,你再來 對 謝謝 我這個還沒用 好的 湯是很重要的 對,它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對啊 好喝的地方 你再加一點湯 好,謝謝 你自己再加 看要多少的湯 謝謝美鳳姐 你看這個湯頭 你可以發現就很濃郁 像外面你可以發現 真的要控出那個濃郁 真的 要時間 要時間,對 然後我們可以喝這個湯頭 好 對 對,那個... 沒有,吃拉麵一定要... 有香煙 有香煙才會 我覺得可以比手再多一點 因為它比較淡 對,美鳳的味道就再濃 就更好好的 你看你可以吃到 讓這個浓厚濃郁的感覺 有沒有 對 對,一般來講 有的拉麵 真的還用作得很稀 很稀的一個情況 可是拉麵事實上 就是要很濃郁的一個情形 所以呢 我美鳳多一點 有一點鹹 那就是說要你自己 感覺你要吃多鹹 還有一點 就是說你可以把泡沫這樣瀝掉 對 然後你可以再加大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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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如果要加大蒜 你剛剛就把湯頭也一起下去打 就好 對,就又很方便 那就是說 這個味道你可以自己調整 重點它就有一個這樣五分鐘 對,而且自己喜歡的味道 對 對 而且你知道更重要的是 除了味道出來之外方便 事實上我們吃的是 因為像我們剛剛透過 這樣子一個三馬力的工具 是 可以把我們所謂的這些種子 這些植物生化素 植化素把它萃取出來 其實很多人對 對啊 所以我常在講說 其實這是我... 裡面就有談到植化素 那其實事實上 我們很多人都不了解植化素 植化素就像我們在講什麼 茄紅素、花青素 對 譬如說葡萄籽的什麼 一些是抗氧化的多分 抗氧化 這些都是叫植化素 對 所以植化素事實上 對我們身體是非常非常好的 當然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聰明的工具 我們可以吃到百分之九十五%的植化素 而且重點是它的溫度都OK 對 就是不是冷的 對,不是冷的 那當然如果說... 如果我的話呢 那我可能... 我要再讓它更熱的時候 我可能就放在那邊 然後再加一、兩樣 我喜歡的東西 對,可以了 不然我豆芽菜另外穿搭好 再把它放進去 對,OK 沒錯 對 而且我們不用在那邊顧湯頭 你知道很多人在顧鍋鍋 都... 對啊 一個地方也小小的 對,沒錯 這樣可以放在小小的地方就好 對,沒錯 它自己會再洗乾 對 聰明 沒錯,那其實... 其實... 還可以別的用途對不對 有,對 其實這個機器不是只有能夠做這些東西 對 像我今天也帶來 像這個是 骨薑就是用五分鐘 用生的糙米 生的藝人 生的石穀米 再加些堅果 五分鐘 從生的到手到果 好健康 一樣都可以不用到 我們任何的鍋子去... 而且我就覺得 味道好不好喝啊 很好喝 真的嗎 真的很好喝 那要不要甜自己加 要吃多的 甜一點的話 我應該OK 但是... 像我這裡面 就用更養生 像小朋友 你可以加點糖給他 是 像我們大人 我用枸杞 葡萄乾放下去 要 我也要甜一點 他有本錢 對 對 其實都可以 這個我們等一下也可以 聞聞看 對,自己可以喝喝看 因為它全部都是... 對 非常香的 OK耶 沒錯 我剛剛聽到那個東西 對,你可以喝 你可以喝 真的是很好喝的 對啊 可以 我可以 對 一、二 就是可以加自己喜歡的甜度 自己喜歡 當然夏天到了 要作一杯冰沙 我們當然知道養生 有的人不吃冰 但是小孩子 有的人喜歡吃冰沙 對 對 那喜歡吃冰沙 等他也是按下去 四十秒冰沙就做好了 對 那那個太簡單了吧 對 它太厲害了 對,太厲害了 好,美鳳姐 對 我的新作品 終於出來了 我一直在看 我說怎麼那麼白 你好 哪好白 張懷,你怎麼保養 後來變那麼白 我是... 因為我不吃蔬菜的 我不喜歡綠色的東西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菜 那你怎麼還可以皮膚這麼好 是... 我是喝白的東西 譬如牛奶 還有什麼新人 什麼新... 什麼新人 那個... 杏仁 然後... 差美白 這個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有夠力 有夠力 很快 這個 而且要恭喜他 對啊 本來是沒有這個食品 這個東西 沒有,終於有... 可以發新了 真的,謝謝 本來都是在那個網... 對,網路而已 所以... 現在買得到 真的,終於 不容易 但是我們很想在現場 聽你唱耶 好的 不要獨自 OK 好的 好,我們來... 謝謝 謝謝 你這麼快 怎麼可能拒絕你的愛 就怕被你拒絕 好希望你 太棒了 太棒了,對不起 而且你看他直接唱耶 對 聲音就這麼亮 對,沒錯 瘦瘦的 可是中氣還滿有的 對,然後我們都感受到那個... 我需要營養 所以我以後... 喝了這一遍 對 改喝牛奶 可以改喝一些種子 對,火龍也不錯吧 對 對,我覺得就是 平常如果有注重養生 你的體力啦 對啊 就會比較... 真的 我們那個很需要 體力好一點對不對 對 沒錯 對 對 剛剛有提到說白牙可以擦 對 所以這個也可以打成粉 然後這一下可以擦 這個是... 這樣擦 沒有,不是 還有乾的可以打成粉 對,工人把它研磨 就按下去 就打成粉狀 那咖啡豆也可以研磨 也可以 對 可以研磨 所以一機真的是多用的一個... 挺好用的耶 但要懂得用 對,沒錯 加上老師的這個... 養生的服務 可以跟大家參考 這個我一定要看 對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要 常常閱讀一些東西 因為這當中 我們可以吸取很多的經驗 而且別人辛苦了半天 我們只要一下下去看完 對,所以只要吃對食物 然後我們就可以... 其實有些很不好的毒素 就可以慢慢排掉 沒錯 我們狀況好,吸收就好 就越來越好 沒錯 對,不會勞 所以為什麼這本書叫 一日五分鐘排毒期 就是說我們現在人真的太忙碌了 對 時間太長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像你們剛剛 全部都是最長五分鐘的時間 就做到了 對,所以我們要吃對了 我們就健康了 是 然後經常要不好吃 譬如說這麼簡單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調理養生 其實就可以讓我們達到營養 照顧好自己 非常謝謝兩位的觀眾 真的,謝謝你 謝謝 在外面亂吃是沒辦法 因為很多的東西 毒素很多 我們也沒辦法選擇 就不知道就吃進去了 對 那自己在家裡就可以這樣 對,所以在外面沒辦法 所以每天最少早餐一餐 早餐 對,早餐就一樣了 OK